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今天記者會主要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6月10號 我們要在抖六辦反空屋的遊行 以及音樂會 這是今天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像今天我們來到議會這邊 那關於這個 那這個要辦反空屋的遊行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6月11號 有好幾張六清的深眉許可證 使用許可證 甚至操作許可證到期 那大家都很關注這個燒深眉的問題 所以呢才會有辦這個遊行 就希望訴求雲林縣政府 能夠停發深眉許可 因為雲林縣政府自己在兩年前 送了禁燒深眉的自治條例到議會來 然後議會那當時也很快的 就通過了這個自治條例 雖然後來被環保署打回來 但是但是在520 去年520 這換黨執政之後呢 新任的這個 現任的這個環保署的副署長 詹順貴在記者訪問他 關於禁燒深眉條例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請雲林縣政府再送進來 結果可能不一樣 但是很遺憾的 到目前為止 一年多了 那雲林縣政府沒有再把禁燒深眉自治條例送去中央 那我們今天就再次呼籲雲林縣政府能夠再提出來 再把禁燒深眉自治條例送到中央 第二個就是當時在禁燒深眉自治條例在被環保署退回來的時候 然後縣長李靖勇縣長他也曾經說過他要打市縣官司 但是呢據我們所知市縣這個部分好像是必須由縣議會這邊來提出來 因為當初通過禁燒深眉自治條例的是雲林縣議會 所以雲林縣議會才有這個資格去提市縣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再次來到雲林縣政府 希望說呼籲那個縣議會這邊能夠針對 禁燒深眉條例能夠提出市縣這個部分的申請案 嚴格要求嚴厲要求環保局你必須提出這幾年來 他殺的深眉是否符合環皮標準 然後我們希望今天的議會議員們可以質詢 環保局你必須要做到我們要求他提出的一些東西來 第一個包括請你提出符合深眉品質標準的證明書 你才能發出你的許可證 再來 根據他的環評說明書裡面 六親每一年都必須要實施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查核計畫 要求請議會要求環保局提出六親有沒有提出這些東西來讓大家去審視 那上次我們非常遺憾喔上次公平會環保局長特幼士跟我們說遺憾今天環保團體都沒有提出要如何加嚴審查 那我就告訴你我現在提出來了請你就六親深眉 六親深眉成份要求你的許可證請六親提出符合深眉的標準出來 你一定要有拿到他符合標準的深眉才可以發出這個許可證 然後我們要求他也要提出這幾年來的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查核計畫 然後我也要求齁在座在裡面的議員 你是我們人民選出來的 我希望能夠要到六親的成份分析 深眉的成份分析請你不要作假不要有作假的動作 希望你能夠把成份分析因為在環保局裡面了 因為環保局裡面組了一個內鬼告訴我們 裡面成份分析非常的可怕 我們斗六地區的朋友然後還有台中彰化 南投雲林嘉義這些公民團體跟環境運動團體 那在遊行的時候我們是三點半集合 然後再刑請紀念館然後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做遊行 這當中到五點的時候到人文公園 地點是在人文公園 然後人文公園開始之後我們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樂團 會參加這一次的這個音樂會